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很辛苦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嗎?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最新的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那繼上集我們講到不想生病 就要搞定自律神經 那上集提到原來自律神經 亂了失調 主要是壓力 那上集我們和大家做了一個測試 是關於抗壓力指數的 那其實自律神經失調會怎樣 那其實自律神經失調 我都說是可以很嚴重的 它會危害我們健康 是破壞安定的生活 原來自律神經系統 如果是調理得不好 可以說是減少10年的壽命 嘩 這麼嚴重 這麼嚴重 好了 自律神經系統不單會引起全身的疾病 譬如癌症 心臟疾病 腦血管疾病 糖尿病 事故的傷害 所謂意外容易出現 肺炎 慢性肝病和肝癌法 神相關的病 包括自殺 高血壓 而這些疾病其實都有 和自律神經失調有關的 當然疾病帶走健康 甚至是性命 這是無疑之異 除此之外 自律神經系統 經常是導致失眠 注意力不不集中的問題 這個差不多是最常有的 好了 可以這麼說 失眠是自律神經失調 最常出現的症狀 不要小看失眠 因為失眠 當然會令人苦腦 但這個問題 似乎不是那麼嚴重的 但很多人 因為長期失眠 突然之間是過勞而死的 這個間中都聽過 我們以為日本人是這樣 其實我們香港都出現過的 其中我記得 我們有時候去旅遊 參加團旅遊 原來也有些領班領團的人 是出現這個問題 是出死的 即是過勞而死的 很明顯他們是長期不夠睡的 當然長期不夠睡 做了什麼問題呢 其實會增加意外 因為長期不夠睡 會導致精神狀態不穩定 不集中 即是不單止會影響 本能反應的速度 警覺性的 以及觀察力都會降低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睡覺不足的人 其實他們意外的情況 是會比較多的 好了 還有 有些人經常都覺得 在關鍵時刻 肯定是壞了 即是什麼都預備好了 即是想好好的 但一到關鍵時刻 就有事發生了 是功虧一軌 其實這個 其實都可以這麼說 是治療神經失調的 其中一個徵象 也很多時候 有些人不間歇性的 即是會手汗出 可能有很多事情 總是有些人覺得 就是有些人很順利的 即是水道渠成 也有些人總是 和幸福是擦身而過的 很多事情 好像是 總是遇不到他的 但想不到 其實這個很多時候 是我們的治療神經失調的 當然家庭的失禍的元兇 但你不要想過一下 治療神經失調 竟然會是家庭失禍 即是那個 失禍的元兇 治療神經系統失調 會造成 心理上和心理上的影響 即是 除了身體上的諸多不舒服 也都可能是 讓情緒變得焦躁 容易生氣 只要有什麼事 或者什麼話 都讓患者 稍不如意 忍不住大發脾氣 另一個歡樂的氣氛 即時凍結 長期以來 就會破壞家庭的關係 你可以看到 其實治療神經系統 影響是很大的 那治療神經失調 有什麼明顯特定的症狀 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治療神經失調的症狀 是因人而異的 其實每個人的問題 都不是一樣的 所以 治療神經系統 出現的症狀 其實是很多元化的 你記不記得 我們在上一集 一開始的時候 都跟大家介紹過 一般的治療神經系統的症狀 是什麼症狀 或者這樣 方便大家聽 聽得容易明白 那你可以 好嗎 大英雷可以和大家 再重溫一下 其實治療神經失調 會出現什麼症狀 例如 頭部 頭痛 頭重重 偏頭痛 眼睛方面 眼睛疲勞 張不開 流眼淚 耳仔方面 有耳鳴 或者覺得耳塞 口腔方面 口乾 口腔痛 或者味覺異常 喉嚨方面 喉嚨痕 或者吞東西很困難 呼吸器官方面 呼吸困難 心臟方面 喘氣 或者胸悶 喊嚨 消化系統 喉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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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消化不良 被尿系统 有尿频 残尿感 排尿困难 在生肢气方面 外音步行仰 阳位 和生理不顺 肌肉方面 和关节方面 肩背痛 和僵硬 在四肢方面 四肢麻痹 发痘发懒 或者有点电流的感觉 在皮肤方面 有很多汗 精神方面 很不安 缺乏集中力 和记忆力降低 食欲方面 就不想吃东西 或者是 吃很多东西 全身症状方面 疲倦 头昏 失眠和发热 这些是神经症的症状 一般的 很多人都有 所以我们说 自律神经失调 是文明人的通病 是的 那我刚才提到的 都是一些 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 那有什么病 是自律神经失调 所引起的呢 其实 自律神经系统 出现的 很多特定的症状 其实有些特定的病名 当然 一般人 都 虽然知道这些病 但不知道 其实这个都是由自律神经 系统失调所引起的 譬如 经前的症候群 很多女性在生理期之前 身体会生理 和都有一些 经历一种一连串的变化 有时呢 有感觉到繁粗 梦闷不落 胸部肿痛 脏痛 脏痛 皮肤变得粗造 面上冒出一些不受欢迎的青春痘 这些症状 通常被统称为 经前症候群 经前症候群 是女性荷尔蒙分泌改变 打乱了自律神经系统的作用 而引发的种种症状 所以每个女性在一生之中 都很多时候会经历这些症状 但当然 差异的程度都很大 好了 第二种特定的疾病 比如 心脏的神经症 心脏神经病患 有些包括气喘 心跪 呼吸困难 胸痛 容易疲雷等这个症状 出现这个以上的症状 大家都以为心脏有问题 但往往到医院进行检查 照了心电图 发现心脏没有问题 其实这些症状是治疗神经失调造成的 类似的 换气过度引起的 和胸痛的原因 是因为胸部腊骨间的肌肉收缩 和产生好像心脚痛的感觉 好了 另一个病 叫心律不整 正常人的心脏跳动 其实有些规律性 通常每分钟 跳是六十到九十次 每次心跳的间隔是固定的 当心脏跳动的频率 变得不规律 一会儿慢一会儿快 或者每次心跳的间隔的长短不一 可以叫做心律不整 导致心律不整的因素很多 治疗神经也可能是一个原因 好了 做一种病 我们叫姿势性的低血压 什么叫姿势性的低血压 就是当你蹲下 突然起床的时候 会觉得暈一暈 有些人就暈到分岛都有 其实这个通常是比较瘦的女性 或者年纪老的人 亦都可是因为便秘问题的人 是晚上去自首起床 就是这样的感觉 本来人体的治疗神经系统 是能够因应身体的姿势 是调整血管的收缩 帮助固定血液的舒适到脑部 维持脑部有足够的营养 但当治疗神经失调的时候 这个功能的作用 或者会即时可能会降低了 在我们突然之间起床 或者转变的姿势的时候 就会无办法 输送足够的血液 去到脑部 就突然之间 想到头昏 头痛 不适这种感觉 很多人只是觉得 我起床就黑黑 其实是这个问题 还有恐慌症 恐慌症 恐慌症 都是被认为一种过度换气的症候群 英文叫hyperventilation 恐慌症的特征 是震发性的强烈的紧张害怕 发作时陪伴着治疗神经失调症状 例如心跳加速 呼吸困难 手脚麻痺 震斗 通常可以来得又急又快 会造成患者觉得身体失踩控制 甚至乎好像囚快要死那种恐怖的感觉 恐慌症发作的时候 患者都会因为感觉呼吸困难 散生过度呼吸的情况 即是呼吸变得又浅又快 一而导致血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降低 这个时候要特别留意 虽然是感觉喘不过气 但他的情况不是因为缺氧所持 反而因为二氧化碳浓度太低 通常用纸袋来吸气 但最近发现这种用纸袋倒吸 都可能会导致病人缺氧的危险 所以现在最近都不用了 现在最近的做法 就叫人平止呼吸 大概10秒钟 避免二氧化碳被过度排出体外 等那个过度呼吸受到控制 然后舒缓紧张情绪 再慢慢地进入一般性的深呼吸 好了 那种一种是大肠的激躁症 我叫做irritable bowel 这个多少人有的 都可能都熟悉的了 可以说是常见的文明病 大肠的激躁症的人 通常有排便有异常的现象 症状可能是长期便秘 或者是辐射 或者便秘辐辐射交替发生 还有呢 有时伴从腹痛 腹鸣 或者排气方疲的现象 大肠的激躁症的症患呢 其实腸不会有气质性的结变化 即器官是没有事的 是一种机能性的出现的以上 那引发的原因呢 其实呢 亦都是协调肠道的驻律神经 已经失去了平衡 好了 做一种病呢 我叫做神经性的呕吐 那通常呢 身体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呢 但频频出现呢 恶心和呕吐的现象 那这个也都是 折禄神经失调影响的 那通常呢 会发生在 刚刚转学的小朋友身上 那些人有转职啊 转换环境啊 也都会出现神经性呕吐症的 那么归根到底呢 神经性呕吐症的呢 多数都是 源于是外来的压力导致 好了 扁头痛 很多人都有的了 引发扁头痛的原因多呢 治疗神经系统是其中之一 治疗神经系统的支配血管 收紧和扩张的 那当治疗神经系统失调呢 会造成血管呢 不正常的收缩或者扩张呢 是导致呢 老部一种压迫感啊 引发扁头痛 那扁头痛呢 所以头部有个脈搏在你跳动的 那样的 那那个痛痛呢 是感觉也都是很激烈啦 发作的时候呢 通常觉得到 就是在头边的一侧啦 那可能你又偏向整个的整个头部的 好了 还有个病呢 我们叫做肌肉紧张性的头痛 我们叫做tension headache 那表面体系呢 就因为上颈和颈部肌肉过度收缩啦 那但最基本的病理的因素来看起来呢 其实都是有治疗神经失调的 造成血液的那个 循环不良啦 引起肌肉收缩啦 僵硬啦 肿痛所持 那肌肉紧张性的头痛呢 通常呢 有其半着呢 比如肩筋啦 肩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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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部也有一种有种僵痛的现象啦 那通常呢 在三十数对五十岁壮年那里呢 是比较见得多些的 那引态原因多数很多啦 精神压力啦 过度的疲劳啦 天气变化其实可能都是一种有因来的 好了 还有一种病啦 沉麻疹喔 沉麻疹不是皮肤疾病吗 那为什么会跟那个 治疗神经系统有关吗 那这样 其实呢 治疗神经系统只不过是引发沉麻疹的原因之一呢 那这个是千真万确的 在慢性沉麻疹里面呢 有一类的病呢 是类似治疗神经失调所引起的 可以叫做 心恩性的沉麻疹 或者是 胆素激度性的沉麻疹 通常在太冬啊 太热啊 情绪紧张啊 熬夜啊 或者是运动之后呢 这些人的皮肤呢 就很容易出现沉麻疹的 好了 有一种的问题呢 就是口腔里面的異常感症 通常口腔呢 是过于干燥啦 失了味觉啦 觉得口苦啦 通常我们叫口腔的異常的感症啦 有时候这种情况的原因呢 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啦 如果你有没有吃过特殊的药物呢 口肯也没有受过伤呢 也有这种感觉呢 起因呢 可能就是治疗神经失调啦 好了 贫尿啦 或者那个残尿感啦 或者排尿痛啊 下腹感到不适啊 听起来好像膀胱炎的 嗯 但你知道呢 百分之九十五的女性呢 一生中都有这些不同程度的轻微 或者严重的膀胱炎的 而很多时候的膀胱啊 腎臓都很健康 也都没有感染的 那这些当然是治疗神经失调的 很多时候就有炎啊 发炎啊 咦 其实没有菌啊 那为什么整天都有尿频啊 那个尿道好像发炎那种感觉呢 好了 就是梅尼尔士症 这个治疗神经失调的引起那个头昏啊 木暖啊 有时候呢 就就将这个呢 就叫做一种梅尼尔士症 那他认为呢 这个病的发生原因呢 就是因为内耳的血液的调控以上 内耳的 内耳的 的淋巴 水肿有关的 那其实呢 是治疗神经系统受了影响 那当耳的治疗神经失调呢 会导致血液和淋巴循环不良呢 那这就影响那个内耳的平衡 那个功能呢 引致缓云的现象的 那典型的梅尼尼尔士呢 通常呢 在天气变动啊 那接着呢 就突然之间缓云啊 耳鸣啊 和那个低频率的听障这个出现的 就是三样东西呢 云啊 耳鸣啊 耳鸣啊 和那个听觉减低 这个Meneer syndrome 其实呢 其实呢 原来也是治疗神经失调的 好了 性功能的障碍啦 当身体的器官 即没什么问题的 查不出的 但也都没办法呢 顺利进行性行为呢 这些所谓的性功能的障碍呢 女性常见的就是性冷感啦 或者性交的肿痛啦 男性呢 就无法勃起或者早舌啦 治疗神经系统呢 功能的障碍呢 是常见的原因之一来的 好了 根延期的障碍啦 女性在根延期里面呢 有时候会经历 荷尔蒙的迅速变化的情况啦 荷尔蒙的改变呢 将影响那个下时休 到治疗神经发出的指令啦 这种情况之下呢 治疗神经的反应呢 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啦 甚至乎出现失调的现象 那最后呢 是引发心理呀 心理上的种种的不适 好了 还叫做圆形托 我记得叫做鬼剃头啦 哈哈哈 就是不知为什么的 突然之间呢 就一个圈这样的样子 那我见到有些病人呢 不是只是头发没有了 连头颅骨呢 都蝕了 哦 哦 那是 某个区域啦 头部啦 短期内大量的脱发啦 通常这些区域呢 好像十元鸡的硬币那么大的 嗯 那主要原因呢 都是因为血管的 那个肌能障碍引起啦 那导致呢 原型 原型托的原因很多 治疗神经失调是其中一个因素 那当治疗神经失调的时候呢 会造成血管 不常不不不当地收缩啦 影响头皮的血液循环呢 进而呢 导致这个无狼营养不良呢 产生那个萎缩性的变化 那所以见到呢 鬼剃头呢 就是这些了 那其实呢 其实呢 治疗神经引发的病呢 其实都很多的 是哦 那一般人呢 觉得呢 一会儿肚子好 一会儿肚子坏都不知发生什么事 有时候那边痛 有时候那边不舒服 那这个呢 其实呢 治疗神经系统呢 大家 这次应该大家了解到啦 嗯 其实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 治疗神经系统失调呢 是大部分文明的 所谓功能性的问题呀 解释不了 没什么器官性的问题呢 是个主要的原因来的 嗯 刚才提到 有很多 治疗神经失调的症状 或者病啦 那但是 我们 怎样测试 我们的治疗神经 是不是正常呢 其实呢 当然呢 除了我们依赖医生的 专业的判断啦 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的 有些是用仪器的啦 有些呢 其实可以这么说 有个简单的问卷的 那我相信呢 或者呢 我现在和大家呢 先进行一个简单的 文卷的 自我的检测啦 那这个文卷呢 我叫做TMI 也叫东邦医学的指标的 那这部分呢 总共分开两部分 一个是治疗神经症状的检测表 另外一个呢 是精神症状的检测表的 那不论哪个检测表呢 回答他 有就take 有就take 如果你take 是多个十个呢 其实他大概都五十个 四十几五十个而已 那其实越来越多take 就越有机会出现问题的 好吧 那我先和大家看看那个 那个精神TMI 那个精神症状的检测表 那第一个问题 考试或者面试的时候呢 会流汗发抖 如果有就take 第二 上司长辈接近的时候呢 会紧张而发抖 第三 上司和长辈面前呢 没有办法正常表现和工作 第四 所以在短时间内呢 主理好的事情呢 会感觉呢 是头脑混乱 就是说一急呢 哇 乱烧龙了 第五 稍微 送出要办事呢 就很容易出错 一急就错 第六 经常听错指引和命令 第七 陌生的人呢 陌生的环境呢 会让你感觉到不安 第八 身旁没有熟人的时候呢 会感觉不安 第九 第六 经常呢 是下不了决定 第十 身边经常需要商量的对象 第十一 总是觉得别人呢 是认为你不够灵活 第十二 觉得外面用餐很痛苦 就是外面出家吃饭很痛苦 第十三 出席聚会呢 经常感觉孤独和沮丧 第十四 经常觉得自己不幸 或者对此感到忧屈 第十五 经常哭泣 第十六 经常觉得悲哀 心情无办法开朗 第十七 认为人生无希望 第十八 有时候会有自杀的念头 第十九 经常闷闷不落 第二十 家中也都有人跟你一样 是总是闷闷不落的 第二十 最芝麻绿豆的小时都会感到在意 第二十二 别人认为你有神经质 第二十三 家中都有人好神经质的 第二十四 曾经患过严重的神经症 曾经 二十六 有没有进入过精神病院 二十七 家里是否曾经有人入过精神病院 二十八 你本身非常害羞和相当敏感 第二十九 家中 家族是否有非常害羞和相当敏感的人 三十 感情容易受伤 三十一 受到别人的抵制你会感觉不安 三十二 别人是否认为你很难相处 三十三 是否常被朋友误会 三十四 面对朋友没办法说出真心话 三十四 上到工作便会助纳不安 三十六 是否突然感到生气 而且有点焦虑 三十六 三十七 经常精神不集中 而且把事情弄夸 三十八 好容易为小事狂爪 爪爪爪 爪爪爪爪 二十九 别人命令你 会让你感觉到生气 四十 他人妨碍你 会让你感觉到焦虑 四十一 当事情无法原理所缘 你会生气 四十二 曾经出现过愤怒以上的情况 四十三 经常发抖 四十四 总是因为紧张而感觉到焦虑 四十五 对于突然出现的声音 是否感到惊吓或者发抖 四十六 被大声斥扎 便会感觉萎缩 四十七 在安静的晚上会突然听到的声音 四十八 常常在噩梦中惊醒 四十九 脑海中常出现可怕的想法 五十 会没有原因地感觉到恐惧 五十一 经常突然无懒汗 这就是TMI的精神症状的检测表 如果你有超过十项 就要注意自律神经失调这方面的问题 如果你超过十个梯的话 就代表你需要注意自律神经失调这方面的问题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不想生病就搞定自律神经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陆气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回来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集的题目 不想生病就搞定自律神经 那袁医生刚才和我们做了一个TMI的测试 那个好处是自己的精神症状的测试表 那大家都做到之后 如果发现有超过10项 就应该代表有问题 当然了 削越多的机会就越高 好了 其实测试表就有另外一个 这个就是TMI另一个 叫自律神经症状的检测表 那拿着一支笔 好吗?就跟刚才一样 如果大家有的就按一按 好了 第一个 经常耳鸣 第二 那个肺腔和心脏附近 经常出现一种 压迫感 第三 肺腔和心脏附近 经常出现一种压迫感 第四 常有心肺的感觉 第五 有心跳速度加快的情况 第六 经常感觉呼吸困难 第七 被别人容易气喘 第八 容易坐住 或者偶然都会有气喘的情况 出现 坐住都有 第九 在气温炎热的夏天 会出现手脚冰冷的现象 第十 手脚指间都有变子的情况 的情形 第十一 经常感觉食欲不振 第十二 经常有嘔吐感 第十三 胃部的健康状况不佳 对此感觉到困扰 第十四 有消化不良的毛病 对此也感觉到困扰 第十五 胃部健康状态差 事常感觉到不舒服 第十六 进食或者胸腹的时候胃会痛 第十七 经常拉肚子 第十八 经常便秘 第十九 肩膀和颈部酸痛 第二十 脚酸痛 第十一 手臂酸痛 第十二 皮肤非常敏感 容易出现毛病 二十三 面部有严重的潮红的情况 二十四 即使在温度不高的冬天都会流很多汗 二十五 第二十五 皮肤经常出现沉麻疹 二十六 尝有严重的头痛 二十七 尝有头重中痛的情况 而且会影响情绪 二十八 身体会突然一阵懒一阵热 二十九 尝出现严重的木援 三十五 三十 经常有快要闻到的感觉 三十一 有两次以上闻到的经验 三十二 身体某个部位有麻疲或者肿痛的感觉 三十三 手脚会出现发痘的情况 三十四 身体会突然发热出汗 三十五 经常感觉皮肥不堪 三十六 夏天的时候很容易感觉皮肥不堪 三十七 工作时会皮肥不堪 三十八 经过一整夜睡眠 早上起床仍然觉得累 三十九 稍微工作就感觉疲倦 四十 疲累到无法进食 四十一 气候一转变身体状况就会改变 四十二 是否有医生告诉你你是有敏感的体质 四十三 容易昏车 昏船 昏机 等等 有多少个梯呢 是不是 如果有十个梯以上呢 就已经要留意了 当然越梯越多就越有问题了 除了做刚才这些测试之外 那些症状或者疾病 反映都我们有自律神经失调的 那如果我们想客观点 有些什么器材或者其他测试 可以测试到我们是自律神经失调呢 既然我刚才都讲讲 其实自律神经失调是很常见的 但是很多医生都不是对这方面认识是不足够的 所以很多人去看医生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被医生误判了是其他病 或者做出一些很不需要做的检查 这本书的作者呢 原来他在传统医学的模式 他做了很多门诊 他做过差不多成 他自己九三年开始看症 有超过三万人次 他做了挺有趣的统计 他说这种病患呢 从第一个症状开始呢 一直到他的门诊被诊断 其他治疗神经失调症呢 平均需要经历三年的时间 才可以去到他那里找到真正的原因 其中呢 有45%接受了脑波 脑电波的检查 26%接受过心电图的检查 38%吞过胃镜 100%有抽血 5.5%做过深度管检查 27.6%接受过电脑短层的检查 CAT scan 10.6%做过核磁共振 通常是空门、心跪、呼吸困难 其实这个是治疗神经常见的症状 但是通常呢 病人都是被要求做这些核磁共振 接受的检查的科别的平均是四科 就是会在一个诊所不明白 去第二个诊所 去搞搞搞搞搞搞到最后去到这个医生 才被正式诊断呢 其实是治疗神经失调 很多人呢 可以这样说呢 很多医生都是误判的 很多医生都不太认识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去找医生呢 其实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很多人知道在医院里面的进行检查 他们就说呢 其实治疗神经失调的病患呢 是一个幽灵的人口 一个幽灵的人口 根据美国的调查呢 大概有六成的肠胃科的病患呢 事实上呢 其实应该属于治疗神经失调的患者 有七成的心脏科的病患呢 不是真正有心脏病 是其实呢 是治疗神经失调的 好了 那 我刚才用 就是有种问卷方法啦 那当然呢 问卷方法可以方便我们的听众呢 可以自己做一做 除了他听到我们的不同的症状 虽然很多人都有的 那 但是有没有一些 就是比较 有科学一些的 科技性的 用仪器的 固定的诊断方法呢 其实是有的 那其中一个呢 那其中一个呢 是最 可以说呢 是准确性比较上是最高的呢 我们就叫做呢 是叫做 HR HRV 叫做呢 心率变异率 就是 心率变异率 就是我们的心率呢 其实呢 是个正常的人呢 就每一个跳的心率呢 其实就不是说 死板板的 嗯 其实会有少少高低啊 快 即是 快慢啊 其实有少少的 越健康的人呢 我们的心率变异呢 我们的心率变异呢 其实应该越多才叫好的 哦 就是它能够适应我们身体的需要的 那 其实我们公司里面呢 做这个测试呢 做了都成 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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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病人的本身健康的状况 因为为什么呢 心肝皮肺神 治療神经系统 是控制心肝皮肺神的嘛 那如果治療神经系统的功能 和运作是平衡正常的呢 那就是它心肝皮肺神都会正常啦 那就是它健康是会好啦 那所以在我们的诊所里面呢 那个心率变异率呢 是我们差不多 所有病人都做的 除了一些小朋友啦 太小过啦 我们可能不需要做啦 那大部分都是做的 那大概需要大概七分钟而已 那当然呢 先用检测的人呢 休息五分钟啦 那跟着呢 还用心肝皮肚的道极贴 一个一个贴呢 就折在空前呢 就折起头先 跟着呢 就让它躺下 那我们就开始用电脑来到 来到 即是记录这些心肝 的变异了 跟着呢 就要它起身 那有时候呢 我们都要个病人呢 我叫做 有时候如果大家上网去看一下呢 就查 Heart Rate Variability Study 那会看到这方面的治疗啦 那我自己那个 我们那个仪器呢 就是一个苏联的科学家 我很多 十几年前呢 在德国 有认识另外一位美国的医生 他是韩国人来的 那他呢 就介绍给我听 他说 我以为有这个工具 他用得很好 嗯 那跟着没有多久呢 我们在参展那里呢 就那个 那个科学家呢 那个苏联科学家呢 一个是数学家来的 那他原来就在这 那所以我当时呢 就十几年前 我买回来用的 我真的非常之好 很准确的 嗯 有时候我看到这些病人呢 我会看到他那个 去到那个健康和不健康啦 我分13个水平的功能性的问题 那一是最好 十三是最差啦 那还有呢 那个适应能力的 adaptability 那一是最好 七是最差啦 那只可以一个一个表格里面呢 是右上角呢 是最好 是右下角呢 是最差的 那样 准确度呢 可以这么说呢 如果我们见到那个 那个测试是很低很低 比如已经接近底部 就是红色的部分呢 那些人呢 很可能就是 不会很长命的 我记得我有个病人呢 那当时呢 我们有个测试 用这个测试啦 发现他的指标 应该是120以下的 某个指标 他高了成2000几3000 那我很记得呢 他当时呢 都猶疑啦 应不应该在我们进行 那个治疗啦 那其实他都不用教 因为几天之后 他已经过身了 嗯 那有时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这个测试呢 其实挺准确的 有时也很可怕的 你见到这么准确的 那我们自己的经验呢 在当然我们的诊所里面呢 用这个心律 那个变异律 那个人的测试呢 认真很健康 是很少有的 因为始终呢 来到我们的诊所呢 都是有一些很 就是有长期的问题 那些疑难杂性才会来的 那所以我们见到那些呢 都一般是比较好差的 是 那间中有些呢 就不是那么差 但是真真正正 我们见过有时 有时有试过见过呢 就是有些非常之好呢 就不是我们这些病人来的 是我曾经在外面参展 做展览会啦 那有时呢 那有时呢 你要吸引那些人来 我们的试图 看看东西呢 那我就用这个免费帮人做的 那我记得在那时呢 如果一些年轻人 十年二十岁那些呢 那他真的很高分的 那大部分呢 都是会比较接近很低的 那越低呢 其实我们知道健康越差呢 是准确到有时差度呢 我们觉得一个人 就是不会回到很久 但是虽然我们不会这么说 但是呢 有时真是一个 几有用的测试的方法 好了 那这个呢 就叫心律变异率的测试啦 大概是几分钟左右 大概是七分钟 包括休息时间十几分钟而已 好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胶感神经皮肤电位反应测试 这个呢 其实有很久的历史的了 是那个 Galvanic skin response 那通常呢 就将一个感应器呢 夹住手指间 那就自己轻微呼吸 就可以了 那这个Galvanic skin response 那很多时候呢 测试啊 那些人有没有说大话 那其实都是这个的 看你的排行率那样 好了 那这个呢 那第三个呢 就是用什么方法呢 就是呼吸时呢 呢 呼出的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 那 通常呢 都是将呼吸气呢 放在鼻肝外面啦 那就 轻轻地呼吸啦 那 那 接着呢 如果呼吸呢 如果是良好的指标呢 那就是二氧化碳呢 就是二氧化碳呢 那个太低呢 就 就代表了 换气过度了 那 这个通常呢 都是自律神经 失调的那个症状来的 那通常是空悶啊 心悸啊 头晕啊 手脚麻痹啊 这个症状来的 那这个就是呢 是用呼吸里面呢 量一量 你噴出来的二氧化碳有多浓 嗯 如果那个浓度是越低呢 就说呢 就是你是叫做 换氧过度 就是hyperventilate 那这个方法呢 都是 就是 不是那么普及 但是就是一个 准确度是排名第二 那样啦 第三 这个测试呢 那 我们就和病人了 就先叫他躺下 十分钟 那呢 就平饿 就量他血压 跟着呢 就叫他起床 那就立刻有 即时量他血压 那样 那我给大家看过啦 这个就是我们叫做 姿势性的血压改变 那 正常的健康情况呢 当你那个身体又平饿 要突然之间起床呢 你的自律神经系统呢 就会吹使我们那个 腎上腺素呢 是加速它呢 令到我们那个 血压呢 就要增加的 是 就是为什麽呢 要不然呢 你突然之间升一升 你的头 如果你的血压不增加 你的血便向下走 冲不到上去 是吧 所以呢 所以呢 很多人呢 其实 如果他说 我好容易起床 你起得急就暈呢 其实已经是了 那当然呢 我们就加上呢 用直接帮他量血压 那如果他血压呢 起床呢 是比平饿呢 那其实是有问题的 是 那这个是一种 血压变动的 的测量方法啦 好了 那 那这几种的方法里面呢 那 有优点 有那个弊端 那那个 那个 心率变异的 是最好的 比较客观的数据啦 那和我们现在 我们公司所用的呢 其实是电脑分析的 就是不用我们去自己去 去再分析的 准确度排名是第一的 那二氧化碳 那个方法也都好 准确非常好 但是呢 就不是那么多油 我其实这个我们都没有用的 这个属于第二的客观 那第三呢 就是姿势改变 这个我们都用的 那个 跟着呢 就是那个Galvanic Skin Responder 那这个我们都有 那其实我就没有用完 就是通常呢 我还是用那个 那个心率 那个变异的方法 这个是我们差不多 最准确 大部分病 我们都要求他会用的 原来很多病都是 压力引起的哦 那除了压力之后 我们还有些什么 外来的因素 去令到我们病的呢 那我们都大家都看到了 其实如果我们要去了解 其实什么是令我们病呢 可以说有九大主原因 那我们有顺序的 一是最最最最厉害的 那就是那个情意结 情绪的波动 所以我们的压压压力 那原来呢 85%的癌症呢 其实背后也有这些情绪的 创伤 或者的冲击 或者冲击 我叫做conflict 那是导致他出现癌症的 嗯 不同性质的情绪的冲击呢 是会原来导致不同的癌的哦 不同的病的哦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在最近呢 大概二十多年前 有一位德国的医生 他自己是肿瘤科医生 那他就 有个儿子呢 不幸呢 就被人枪杀了 那没多久呢 他太太患了癌 他自己也患了癌 那他就开始发现 咦? 为何我会那么健康的人呢 就会有癌症呢 那他想想会不会和他儿子 过生有关呢 那他就去 就是他去检讨一下 他那些过去处理的那些癌症病人 因为他肿瘤科的 癌科的主任医生来的德国 那他发现呢 原来很多是有经历 这种这样的情绪创伤 或者震惊的 或者冲击的的经历 那他结果呢 他发现呢 不单止他们有这种的经历呢 原来呢 你做那个X光断层的那个镜片呢 你只能看到呢 他脑的不同位置呢 是有一个影的 是一个圆圈一个影的 那不同的位置的影呢 是代表身体的不同的癌症的出现 譬如有些骨癌 有些肌肉方面 有些腺体癌 那跟那个脑做到的影 是直接有相关的 是在胚胎上看到的 那很有趣呢 那他结果呢 就用那个情绪的冲击 那个问题呢 去处理那些癌症病人 有85%的成功率 哇 你猜不到 那所以呢 那个压力 情绪 是一个第一个 嗯 第二个致病因素 是什么呢 就是疫苗注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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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杉生的 例 å 你的食物裏面是 是 过分酸性 身体是需要一个 检性的环境 她要維持血液 大概是 7.35-7.45 酸鹹有 下減감 是 你不能 desire 但这些什么 几两只 我和大家以前也有机会在网台讲过 有一位伊朗的贵族医生 他在监狱里面医囚犯的时候 发现有个囚犯有个很严重的胃股药 所有他认识的胃股药都没有效 结果他就叫囚犯饮水 连饮三杯滚水 然后继续这方面的研究 结论原来百分之七十的人文明人的慢性病 因为饮水不够 第六就是我们的食物里面是太精炼的食物 精炼食物就是白糖、白盐、白饭、白面包 其实这些精炼的食物就是说 将食物里面的营养全部提走 剩下的就是没什么营养的东西 我们吃完就吃完这些精炼的食物 为什么食物要精炼呢? 主要的目的是令食物可以更加坏 为什么会更加坏呢? 因为它没有营养到连到虫都没有吃了 那我们就吃完这些没有营养的食物 第七就是我们环境里面的圆和水银 你知道大家经常说 我们现在有深海雨有很多污染 很多雨里面的水银很高 其实我们的保牙里面都是一个水银 最大量都是我们的保牙用的水银 其实在外国有些国家 好像欧洲的国家已经禁止了 不可以用水银保牙的 还有圆是以前的很多漆油都有缘分的 好了 第八就是我们水里面加了氯气和氟 这两样都是一种致癌物质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用氯气 就是用杀人武器的 那我们就认为氯气就可以杀菌 将水处理和氯气 那氯气其实都是一种致癌物质 那我们就浸了下去 以为它就可以令到柱牙减低 那其实现在最近很多新的科学科研 其实已经推翻了 这些氯气是可以防止柱牙 是完全是被人推翻了 但是氯气是一种一种致癌物质 那很可惜就被加了下去 那它背后有一些正义的因素 将来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那最后就是一般人所认为 我食物里面有很多附加品 杀虫药 那这个就很多人以为是第一的 其实这个是排第九的 真真正正就是我们的情义结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好了 那愿你将这个方面 你再分析一下 其实呢 可以归纳做什么呢 是毒素内聚 比如说情水的毒素 是 疫苗的毒素 是 抗生素药的毒素 是 那个 那个 水银的毒素 是 绿气的毒素 是 防腐剂 那些这样的 的毒素 是吧 那么 和那个 营养不良 是 营养不良 比如那个 水不够 那个 食物太过精炼 和太过酸 那其实可以简单来说 是两个原因的 所有的病 的真正原因是 毒素内聚 和营养不良 毒素 也都包括情绪的毒素 那所以在自然医疗里面 其实我们的医疗的手法 其实都是用什么呢 就是用 排毒 明白 和营养补充 是 食物的改善 还有当然 排毒得来呢 都要避免一些所谓 敏感性的食物 那因为 敏感性的食物呢 比如 对有些人来说 鸡蛋不是一个毒素 但是对敏感的人 鸡蛋就是毒素 那所以在我们的诊所里面 我们的医疗的大方向 其实都是用 清补清补 排毒 和营养补充 排毒 和营养补充 那当然 我们还有一个工具 就是用什么 就是那个 同类疗法 因为同类疗法 这个工具 是很重要的工具 那我们都是 属于 不属于食物 但是属于一种频率的医疗 一种高频率的医疗方法 那么就 加上我们的饮食的习惯 食物 尽量有机 如果没有也不是太 但是不是做不到工作的 那么营养补充剂 接着有维他命 抗物盐 维他命抗物盐 维他命抗物盐 属于比较低层次 因为它虽然身体需要 但是始终是一种分支的营养 不是一个完整的 因为它缺乏酵素 缺乏那些负酵素 所以对身体来说 长远来说 都是一种压力 所以我们都不觉得 这个是一个足够的方法 那接着就是草药 草药有食物的草药 有药物的草药 那最后呢 我认为最差就是化学药 一般常用的西药 治病不治病那种方法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诊所所做的 那么始终呢 我们要了解到 身体是一个 一个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不同的 有最健康的到死亡 是一个 一个我叫做一个 连续的过程来的 那么当然呢 我曾经所说的 自律神经失调呢 其实属于我们一般叫 亚健康 功能性的毛病 是 由你最健康 不同程度的健康 退化做不同程度的 功能性的毛病 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的毛病 最后去到 器官的问题 到死亡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我们的大康 自然健康中心 我们所做的呢 其实是做的什么呢 是尽量呢 是帮助一些人 推动它 在一个健康方面去走的 是 那就是除了我们用草药 啊 啊 用体质水疗啊 排毒方面 用碗腸啊 体质水疗啦 养分的 吸养分的疗法啦 是肺的排毒啦 那么体质水疗里面呢 我们就包括一个 直接 处理 自律神经系统的工具 咦 那袁医生 要你这么说 那其实 有很多方法 都可以处理到 那个自律神经问题的喔 是啊 但是我曾经熟悉 有一个工具呢 就是直接去 去调理 我们自律神经系统的 那我们叫做 其实一种叫做 神经系统协调器 是什么呢 我也有俗称叫做 太空小灵症 那为什么叫做 太空小灵症呢 因为它是一个 苏联的太空科技来的 噢 那在 在苏联 瓦解之前呢 那有班科学家呢 去研究 在太空人 在太空漫游 太空工作 逗留的时间呢 如果他有病 怎么算好呢 那你当然可以用药啦 那也都可以用 千元的草药啦 那但问题呢 太空人有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呢 它们的身体的尿液 是用来循环作用的 嗯 它排烤之后呢 它可能要清洗一下 它是用回的 那变成了呢 如果你是有药物的治疗呢 很多药物的残余 和那些 那些新疹代謝物质 其实呢 就会妨碍 那个尿液可以作用 这个问题 那所以他说呢 如果我们能够 能够想到一种 是纯物理的医疗方法呢 这个就最好 那结果呢 我们已经研究了很多年 研究了原来是可以用电子的条理 是条理的神经系统能够能够能够 这个科技在苏联瓦解之后 有三间科学团体 将它研发出来 留在某坊间 这就是我们有疑气 直至可以治疗自律神经系统 所以也解释到 为什么苏联的数据 藍床的治疗 可以说什么病 都是用这个简单的电子协照器 是能够治疗的 如果大家了解到 其实神经系统的健康 是心肝皮肺神 受制于自律神经系统 如果有一种疑气 可以调理治疗神经系统 其实真的可以说是能够百病 在我们的诊所 我们也有太空小凌晶 是神经系统协调器 我通常是用在体质水疗时 体质水疗里面 我用热水冷水敷的胸背 推动血液循环 简单来说 淨化血液 排毒血排毒 我也有第二个步骤 是用病人的尿液 搏入一架光疗机 将能量清洗后 进入病人身上 可以说是一种能量清洗的治疗 第三部分 我用神经系统协调器 可以调理治疗病人的治疗神经系统 我们过去很多时候 有些病者 在外国 在美国 用体质水疗的医生 原来一半的病人 是用了体质水疗 去治疗 当时 当然 早已是说 32、40年前 未有这个科技 在我们香港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我们将太空的神经系统协调器 加进去 治疗病人的治疗 会高很多 当然 有些人 喜欢自己买太空小灵精 自己买回家 自己做 每天在脊椎上做 在脊椎上做 在脊椎上 腹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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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在治疗 你整个人健康都会好 所以这本书 这个仪器的价值 我们有一个心律变移测试 可以知道你的治疗神经系统 接着可以有一个仪器 帮你继续 继续 这个是一个很高级的 纯物理的医疗 方法 多谢袁医生 和我们分享了 这么多有用的资料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袁医生会训 打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多谢袁医生 OK 拜拜 拜拜